除了塑花公路受创严重之外 宜蘭縣的壯圍跟武捷 目前还有部分地区还在淹水 有民众的家已经泡在水里四天了 排水系统不良 再加上大型抽水机来得太慢 马路跟农田汪洋一片 机车涉水而过 溅起一大片水花 台风走了 宜蘭壯围还有部分地区泡在水里 马路和田连成一片汪洋 这位吴先生的家已经淹水四天了 忙着清理家园泡过水的家居 和衣物全得一一清洗 宜蘭县撞围武捷逢雨就淹 有居民说是因为排水系统不良 像是这条输菌沟就太窄了 大水一来根本无法容纳 淹水四天 居民都很无奈 而这几部抽水机 还是村长打了好几通变化才掉来的 你们自己反应才会有抽水机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村民也是这样叫 对我们说村长怎么办 我们村长顶多是相公所 相公所才反应到 然后宪政轮这样 村长说因为宜蘭这一次淹水太严重 这几部抽水机还是县政府 后来从外县市给掉来的 延误了抽水的黄金期 才让居民饱受淹水之苦 他们现在也只能拍照存证 申请灾后补助 记者学校林郭黄SNG小组一栏报导 我们下期见